大家好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車款 這個是經理本人呢 非常熟悉的車款 這台車是BMW的 1191 那像是這個335的系列呢 到現在都還很多很多的 都是一個大幅改裝的車輛 因為它的 高鋼的直列六缸引擎 然後加上雙歐輪 所以改裝潛力非常非常雄厚 本來這一台的底盤本質呢 就相當的不錯齁 那車主的話 今天願意跟我們一起來入境 來分享一下 它是怎麼認識KT的 或者是改裝的一些種種經歷 我們來請葉先生 車主謝謝他 願意上鏡頭跟我們一起分享 那想詢問 想詢問的就是 葉先生是在什麼樣的 資訊管道裡面得資KT的產品呢 我們是在那個網路上 那其實我Google蠻多的啦 從那個國外的 避震品牌到國內的 甚至到粉專我都有在Google這樣子 對 其實KT算是在國內的銷售 算是一個很小的品牌 那我們琢磨的 因為台灣的經濟規模市場 不只是KT啦 大概台中或者是台灣 所有做避震器 大部分耕耘的市場 都還是國外為主 但是KT的話 我們對國內的市場 真的非常非常注重 包含了 我們也有好多的試乘車呢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 來試乘來體驗 那想第二個問題 來詢問車友的就是 葉先生就是 那你對這樣的 改裝避震器 是不是有特殊的需求 或者是為什麼想要做 改裝的這些動作呢 是因為其實這台車我擁有 大概三年了 那其實該有換的零件都換了 那唯一目前沒有換的就是避震器 那因為主要也是 原廠這個M版的避震器 它目前來講的話 也是不服使用 但是我又想要找避震器 就是符合個人 就是有時候需要 小小的熱血 跟Q度要夠Q 那接近原廠這樣的乘坐 乘坐感的時候 那我就搜尋蠻多資訊 那找到KT這樣子 了解 這一台的 這一台車其實 動力原廠就三百速頭梯了 所以它的底盤 本質其實相當的不錯 那車主也使用了原廠 變性一段時間之後 原廠變性損壞了 那也有 來做過功課之後 才來選擇KT 那第三個問題是 呃 像是之前有其他的車輛 或者是有 有做其他的改裝 對改裝品牌 有特殊的一些 呃 呃 乘坐的感覺 或者是有什麼 要跟車友一起分享的嗎 其實呃 之前在 呃 在 換分享器之前 我有去做 乘坐其他品牌的熱量 那 原則上 可能就是說 一般想像的就是說 想像得到的 就是 改裝品牌的 這個改裝避震器 可能都會比較硬一點 那 呃 沒有到想要要求到 可能我要求比較說 就是在Q度 對 要夠Q 那可是操控也不能夠疏忽 那再來就是 乘坐感也不能夠 不能夠太彈跳 那 後來有體驗了幾款 那 這邊的話 呃 找到 找到KT這邊有乘坐的機會 所以 有乘坐過後呢 就是說 有符合到 預期的 這個品質這樣子 謝謝謝謝 那葉先生是 上週 有過來工程裡面先做 試乘 因為我們公司也有其他日系車啦 或者是 汽車的試乘車 那試乘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 可以跟車友一起分享嗎 呃 試乘 之前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呃 本來沒有 預期說 呃 會有很 很 很 試乘之後 他除了路面 他不管是那個 彈跳的處理 他的西側的處理 他 他不會有 各次彈跳 那基本上 他 在路面的西腹 是非常穩定 那包含 就是 呃 裝高速之後的 中段加速 那高速的加速 都是非常的穩 那包含那個 過彎的側傾 都 蠻超出預期 這樣子 謝謝謝謝 呃 今天謝謝葉先生 願意上鏡頭 跟我一起分享 哈哈 謝謝你謝謝 那我就這位 呃 今天的車輛 呃 191 然後335的一些 改裝避震器的一些細節 來跟大家做一一的介紹 那像這些是原廠拆下來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原廠 這台車是日規的 這些是原廠拆下來的一些零件 那像是 前面上座 這個是前避震器 前面上座的部分 呃 這個KT就有附了 所以是我們 KT的話 是一個總成件 不需要再另外花錢買上座 或者是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那後面的部分 呃 這個是後懸吊系統 可以看到喔 它的阻尼 其實已經 阻尼頭的功能已經失效了 它 電線已經回彈不上來了 所以 今天來做一個派換 算是 原廠的也沒有 沒有浪費到 原廠的壽命都差不多了 那另外在這台車啊 如果 理想數有超過 因為我這台車很多車有捧場 所以我們拆裝的經驗很多 如果是後面上座的部分 這個原廠有一些橡皮件 包含是這一個是上方 最上方的橡皮 正常來說 這個是已經使用壽命差不多 但這個是損壞到非常嚴重了 那像這樣的損壞 破損到這個程度的話 在 行駛之後 遇到有不平的路況 就會有異異的狀況 這個是後上方的一個橡皮 那橡皮的話 會在這一次的維修當中 更換當中呢 會把這些的耗材呢 一併更新 那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後面彈簧有一個基座 這個基座的話 需要拿出來 這個基座需要拆掉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好了 前面的閉電器先來介紹 好了 小心喔 前面的話是一個賣花神的懸吊系統 RKT的話 剛剛有介紹過了 我們有附上座 它的上面的阻尼調整 是在這個地方 它直接引擎室打開 從這裡就能調整到阻尼了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往順時針的方向 這樣太暗 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呢 可以調整 上座的話 是三顆螺絲 這台車 它的前面 本來就有一個拉桿 裝在上座上面 所以我們特別有 將它的 這個調整的機構往下沉 才不會調整機構 跟這裡會干涉到 這個是這台車 19X系列 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 前面的彈簧 因為這個是直列六缸的 所以前面的彈簧 我們配置的彈簧 是8.5公斤 就是給六缸 這個3000CC的 鎮壓以及專用的彈簧 8.5公斤 像是離載串的部分 這個就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這台車的前面的下座 其實結構還蠻簡單的 沒有一些多餘的 像是日系車 還有多餘的油管架 ABS感應線 那這些的油管架 跟線主 都是固定在仰角 所以在KT的產品上 就不需要這些多餘的東西 那車高的調整 今天的車高 算是會跟原來的M版的避震器 差不多一樣高 車主要求差不多一樣高 前面的話大概是一指幅左右 後面的話可能大概 剩下不到一指幅 所以車高的要求 會比較低一點點 那在車主的話 本來葉先生 就已經有改裝了 輪胎跟鋁圈 都已經升級到19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的介紹好了 那在用料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直播當中 都有跟大家介紹過 像是主女友的部分 我們一樣是使用 意大利IP的主女友 油封的話 一樣使用的是日本 最棒的NOK油封 像是這一個的後面 上部零件 是項比是需要沿用的 所以今天有一併來做 上部零件的太幻 這個防塵套 是做家常的規格 這個筒身是特別需要 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筒身 一般來說 它的筒身會做得比較細 可是這台車 當我好幾年前開192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的小活塞 不太有辦法設計出 剛剛好的下壓跟上拉子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 配了一個比較大的活塞 給這台車的後懸吊系統來專用 所以這台車 在KT來說 算是做得非常棒 像是這一個車款 我們在祭司會常常遇到的 就是後面彈簧的機構 不曉得要放上方 或者是放下方 那這個機構的話 就是一定要放上方 而且上方的話 本來有一個基座 你鏡頭不要動 好 它本來有一個這個基座 這個基座 對到腳 這個基座本來是放在上方的 那這個調整機構 需要把這個基座 它本來是砍在那個孔裡面的 用一個小儀式 把它敲開之後 這個就掉下來 所以這個基座不能用 這個基座跟進口的高檔品牌 KW的裝法都一樣 跟KW的裝法都一樣 後方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11公斤 就是給這台車專用 這台車其實還有一個敞篷車款 叫193 但193的後面 因為有電動敞篷的結構 所以後面大概重了200公斤 所以我們在193的規格 就不是使用這一條彈簧 如果是車款的話 是193敞篷車的話 我們後面的彈簧公斤數 就會加重到14公斤 那這個一般的190 或者是Wagon的 像這台Wagon的191 或者是雙門的Coupé的192 都是使用這個11公斤的彈簧 後方的話 就這台車就比較 在調整阻尼上 就會比較 要來得麻煩一些 因為我們一般192 或者是1904門的話 它這裡的飾板 是一個像這樣的隔音毯 掀開之後 就能調整得到阻尼囉 可是這台車 因為它是Wagon的車款 所以它這些機構 是組裝得比較紮實 所以調整阻尼的時候 需要在這個孔裡面 才調整得到 那這些零件 這裡的一個 本來這裡的試蓋 因為就需要拆除之後 手才有辦法伸得進去 所以這台車 對車主調整 後方的阻尼來說 就會稍微 比較麻煩一點點 這台車是很帥的 而且這台車 假設新車的價錢一樣 現在如果 以二手車來說的話 191的價錢 反倒比190 192還要來得保值許多 當然 它的現在Wagon的 受到時下當下的 一個市場歡迎 所以Wagon的實用度 跟它的整體的流線造型 就會比較受到市場歡迎 這台是191 這台車 葉先生也有改了 前面跟後面都是 類M3的大包 所以再加上 19吋的輪胎旅圈 所以它整體的造型 就其實非常流線 而且車高了 降低的幅度 前面只有增下一指幅 後面的話大概不到一指幅 所以整體的造型相當的好看 好 以上是今天 B&W 191 335的安裝 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今天也特別特別謝謝車主 葉先生 願意跟我們一起分享 謝謝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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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